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 首先我们将眼光把它拉回1912年 那么在1912年的时候 俄罗斯它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香水 这个香水叫做拿破仑之香 或许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会认为是在赞颂拿破仑的 实际上不是 这款在俄罗斯推出的香水 它最主要要强调的是 当年在1812年之战 俄国如何击败了法国的拿破仑 而发明这个香水的公司叫洛勒 那洛勒可以说是当时欧洲 或是全世界最大的香分公司 那么也因为拿破仑之香的成名 它紧接着就推出了第二个 而第二个你看到的 它原来叫做凯瑟林之香 为了要纪念罗曼诺夫王朝 也就是俄罗斯帝国建国三百年 不过后来因为发生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之后 跟皇室有关系的名字 全部都被抹除掉 所以当时的凯瑟林之香 就改名字叫洛勒一号 用公司的名字来取名 那调出这些特别的香分的人 到底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做恩尼斯包 那恩尼斯包是当时在莫斯科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香师 后来因为十月革命 他被放逐到北极圈里面 在冰天雪地里面 他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 离开自己熟悉的产业 进入到陌生的环境 来进行这个体力劳动 不过恩尼斯在北极圈 待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 他发现空气之中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这个香味是跟大雨过后 土地的清新 或者是下雪之后 有一种特别的洁净 恩尼斯后来有机会流亡 去了法国南部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Coco Chanel Coco Chanel 他是一个非常有投资眼光的 他知道恩尼斯 他可以打造出不同的香水 于是他就告诉恩尼斯说 我想要做出一款 跟人类历史上 完全不一样的香水 Coco Chanel 他运用了恩尼斯的智慧 而恩尼斯 他加入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是在1903年才被发现的 它叫做泉 泉实际上是我们闻很多 包括了丁香 墨药 或者是肉桂里面 会散发出来一种特别的气味 将这个泉齐出来之后 它像是在我们把这个被单洗干净之后 然后晒太阳一种干净的感受 而它就在所有的香氛里面 加了一点点泉 不过泉在当时是非常的贵 加了进去之后 它就打造出来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恩尼斯来讲 这一瓶香水 是它在北方的记忆 有冰天雪地 有大雪之后的捷径 对于Coco Chanel 这位在修道院长大的孤儿 那么它是洗干净的亚麻床单 那么是 这是所有的这种干干净净的 他人生所待过的一些 很特别的场景 这一款香水 就是我们看到的Chanel No.5 那最主要Coco Chanel 它为大家打造出一个新的气味 也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用化学合成的香水 这个香水里面 它的广告词非常特别 女人闻起来应该就像是个女人 而不是一朵花 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广告词 打动了地球上 所有喜爱香氛的女性 所以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我们要聊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那就是香水 徐世金在1980年代 写下这本书的时候 当时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剧作家 变得全世界知名 到底香水有什么样的魅力 而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描绘这些气味呢 我是谢德卿 欢迎收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香水 一本以气味构筑世界的小说 试想你会如何用文字描述一个城市的气味呢 德国文坛大师徐四金 是这样描述18世纪的法国 街上飘着马粪狗屎味 厨房里弥漫着烂包心菜和羊油臭 农夫身上的臭味跟教室一样 所有的贵族身上都发出一样的臭味 生命的一切表现 无论是萌发还是衰亡 全都伴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臭味 香水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故事主角葛努伊在鱼滩前出生 出生便被遗弃的他 辗转于不同的奶妈家 耿衣身上没有任何味道 被视为恶魔 然而这样的他 却是一个嗅觉天才 不仅能分辨超过上万种味道 调制香水更是信手拈来 葛努伊好像完全没有经过考虑 随手抓一瓶香精 拔掉瓶塞 放在鼻子前闻一下 就直接倒进玻璃漏斗里 这瓶倒一点 那瓶滴两滴 滴管 凉杯 茶匙 搅拌棍 所有这些工具对于香水师而言 是复杂的调配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东西 葛努伊居然连碰都没有碰一下 即便有这样的惊人天赋 葛努伊却未曾想过 靠他赚取名利 他真正渴求的是 制作一瓶极致的香水 他想保存的 是那天偶然窜进鼻腔里的香气 是那位红发少女 含苞待放的清香 为了将这阵清香具为己有 他失手杀了少女 而香气仅存于他的记忆 为了不再重蹈覆彻 葛努伊不断精进气味地 萃取技术 直到他能精准控制 各种气味的那天 而在那天到来之前 共有26位少女 成为他气味亡国的牺牲品 徐世青香水这本书 他矗立了一个嗅觉描写的标杆 文学之所以厉害 之所以立体就在于 他不厌精细地去堆叠出这些细节 这一点徐世青他的功力是 无人能出其右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本小说 去看他怎么去描写巴黎的事情 宫廷的味道 以及葛努伊他在调理这个香水的时候 他脑海中浮现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只能透过这本小说 才能够读出来 很多同学或许会说 老师那我去看戏剧或电影 不好意思 这正巧是电影跟戏剧 无法传递出来的 因为电影跟戏剧传递出来的 是视觉效果 但这本书的嗅觉想象 只有你透过文本才可以感受得到 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传奇 绝对不是只是因为 他惊世骇俗的情节 而是他背后的隐喻性 各位不妨想想 香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以及在这个文学性 它暗指着什么 它象征着什么 就像故事的最后 葛努伊被大家知道说他犯了罪 要推向这个死刑台 要被处死 没想到当他挥一挥这个香水 所有人本来预知他死地的人们 全部怎么样呢 崇拜他 仰慕他 赞叹他 各位我们可以去思考 这个香水 它是有什么样的隐喻 是权力的隐喻 是财富的隐喻 又或者它是信仰上的隐喻 在香水书中 不仅能读到精湛的嗅觉描写 更饱含人性观察和社会隐喻 在文本里 你能窥见和改编剧本 极为不同的样貌 现在就跟着青春爱读书 一起阅读香水吧 青春爱读书 看我们读什么书 我们今天读的是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我们要读了一本 非常特别的小说 那这本小说呢 在1985年出版的时候 造成了全球舒适的轰动 到底香水是一本 什么样子的小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跟定义 这本难以捉摸的文学经典 那更重要的是 它被改编成电影之后 它跟我们所理解的文学 这个小说的内容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大学 跟高中同学们 欢迎你们 那当然呢 在这样子的一本书 我们要邀请到的 也是重量级的导读老师 在新生代里面 无论在文学的理论 或者是在当代的这种感性 或抒情的学生里面 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所以同学们 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 新生代作家的 算是乔主 我们来欢迎蒋雅玲老师 今天我们要聊这本书 香水 你们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 看过了 好 但是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要请雅玲老师 来告诉我们大家 就是你第一次看这本小说 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应该是在高中 高中的时候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我大学时期的时候 就电影就上映 所以当然就会去看了电影 是 对 看了电影以后 就会觉得 很想再重温一次小说 不知道大家有时候 看电影的时候 尤其是有原著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 去看电影 然后感觉好像想说 它能不能够还原我 所在小说里面看到的那个世界 然后我去看香水的时候 当然也是这个性情 是 不过雅玲老师现在还在博士班 对 那你研究的 其实跟文学也很有关联 对 那就好 我们现在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到底香水 它的文学价值在哪里 其实我认为 它为什么会成为经典 当然也就是 它的关于它的 秀学的描写 它成为一个所谓的 感官小说的一个鼻祖吧 你可以发现在它不长的 一个中篇小说的一个篇幅里面 它几乎没有太多的篇幅 去交代情节 对话 它全部都是 如果像同学有看就知道 它全部都是 大量的描写 说它闻到什么味道 那个味道是什么 然后很多名词的堆砌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写法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现代小说的一个写法 那这件事情就让它变成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 所以听完杨玲老师 跟大家分享之后 先给你想象一下 我们当然有看过很多的作品 从轻小说 漫画 二次元的漫画 然后一直到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像 像严肃的文学作品 其实上要写感官这件事 要写一整本 还真的是很困难 那当然了 《香水》这本书 它是经典 所以同学们看完这本书之后 想不想跟我们大家 跟雅玲老师来分享你们的看法 就是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一种嘲讽精神 它的鞭策读者去被一个推进 然后去想象说 这个香气闻起来是什么 还有东西堆叠起来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肯定 或是确定 它诉说的气味描写 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一方面它是用描写的方式 去重建气味的世界 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凡人就像我们这种 对气味没有那么敏感的人 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做薰衣草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经验跟记忆 但是你要告诉我薰衣草 加上薄荷 再加上佛索干 然后再去跟酒精混合之后 挥发出来的香味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本书 其实很久以前在图书馆看到 就很想读 然后这一次就有这个机会 就是很细读这本书 那我真的觉得 这本书就是用嗅觉磨写的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它很容易就会用主角这个视角 去描写这本书 然后因为主角就是比较特殊一点 它都会用嗅觉来看世界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嗅觉去发现每个人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 他会直接从他的味道 而不是从他的外观 就可以比较容易知道他的职业或个性 我读完之后两个很强烈的感觉 一个是玄幻 因为通常大部分作者会期待自己的内容 是可以跟读者产生共鸣的 但就像刚刚导读老师又说到 作者很大胆的启用了很多植物啊花卉啊 这些我们平常很不熟悉的名词 对所以我第一个感受是玄幻 然后第二个就是很猜不透剧情的走向 因为我原本没有先去了解这本书 我以为它可能是要讲一个调香师的故事 没有想到突然就有一个杀人的反转 再到最后成立了一个香气王国 我是偏向在喜欢与不喜欢这两个界线中间的 因为我喜欢的点是喜欢在于葛努尹对那个香味的追求 他极致的追求切而不舍的追求 让现代的人都很敬佩吗 因为我们现在很不容易为了一个东西那么的努力 但我不喜欢的点是 我觉得他对喜欢的这件事情 他做出了没有底线的事情 就像是他杀害了二十六个少女 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喜欢是一定有底线的 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太喜欢一件事情 而做出了违法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葛努尹最不可取的地方 是 好 这是一切看法 那最后来 燕妃你呢 我说是我很喜欢他那个很迷幻又很真实的那个矛盾点 就是他在描述香味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真的不了 我们是属于凡人不了解那个香味的主动 所以他在形容一路行为他把他建造成一个香味王国的时候 这一个感觉很迷幻 可是因为作者在叙事的时候 他又有讲到战争跟那个时机的年代还有地点 又让人有一种真实的感觉 就这两个矛盾 就这两个矛盾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然后想要顺便问导渡老师就是 为什么作者会把背景险在那个18世纪的巴黎 他有特别的认知 这段文字里面在习世青描写了少女身上的气味 你自己觉得呢 就像刚刚有同学分享 其实有时候你会不知道某些专门的特殊的香料味道 就是莫药什么味道 露香是什么味道 但是所以因此这样 所以你就会有更多的想象 然后想要顺便问导渡老师就是 为什么作者会把背景险在那个18世纪的巴黎 他有特别的用意吗 那时候我记得很多人看《香水》的时候 应该会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有一样的感觉 就以为他是一个18世纪当代的法国人 对 但殊不知他是现代的德国人 可是我觉得那个选在18世纪 让我觉得徐世青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 18世纪的法国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就是一个封建阶体 然后比如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这些事情 然后那时候还有他选择这个香水题材 我其实觉得都是一个从一个古典的社会 一个转向工业甚至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交接 所以他选在这边 然后又选择香水这个产业 所以我认为他在香水的特殊之处 选择在这边的原因 是因为他能够就像同学讲的 你们读到的奇幻 你们读到的玄幻 就是因为陌生感带来这些东西 它不是你生活的现代 于是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可能在那时候发生 是 所以可以从这个亚妮老师的导读分享里面 可以了解到 其实18世纪的法国 其实到今天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去法国 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法国的时候 然后跟朋友谈起来法国 他们第一个印象一定是 它空气的味道很奇怪 对 不是奇特也不是奇妙是奇怪 因为它混合了香气跟臭气 因为它社会阶层非常地明显 街区每一个街区有它固定的族群 那种固定的生活形式 不要忘记了 后来巴黎他们在大革命之后 他们的宗旨是自由平等博外 其实尤其是博外 博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也就是说当时全世界很多人 都可以来这个城市住 今天你去巴黎就有这种感受 所以在中东区域 在北非区域 然后在例如说在亚洲区 其实你走到巴黎每一个角落 它味道都不一样 巴黎它不像是一个城市 它更像是一个国家 而且它更像是整个欧亚非美洲 混合的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选择巴黎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 那既然如此 就是许志金选择了巴黎 来描写嗅觉跟气味 那同学们也针对他们个人印象深刻的桥段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街上有马粪 马粪还有尿的味道 然后后街有尿烧味 楼梯间木材的美味 混合老鼠的味道 这一段文字到底是谁选出来的 来 厨艺 这一段其实是整本书的最一开始 就是会让我就是马上知道这本书 它之后要怎么描写整个故事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它就是用气味来描写这个场景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这样写 也是蛮让我带入到那一整个 18世纪的法国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 医疗卫生不太发达 而且穷人很多 他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健康 就是保健这样子 所以就会感觉出来那边真的是很肮脏 然后是混合了很多不一样气味的一个地方 是 好 这是初音所选出来的 那这里面有多少味道你没有闻过 刚刚那个 对 刚刚那个味道 不晓得 不晓得 你刚才生活中有 其实就不晓得它是什么味道 对不对 但是老鼠的味道大家应该多少有点印象吧 有一点点 一镜就有闻过 羊油臭是什么 对 也很难想象 对不对 其实有一个东西 你知道以前的那个教堂 教堂的那个油 像现在巴黎的教堂是这样 是用羊油做的 那那个放酒的时候 那老鼠会来吃 所以你知道比如说 那种老鼠会来偷蜡烛吃 或是偷油吃 就是吃这种蜡烛 那个放酒会有一个很奇特的味道 就是它那个闻起来像什么呢 像金属 然后你把大蒜插在金属上面 然后晒太阳之后 它又刺鼻 但是又带了一点点 一种 它有点像羊肉的味道 它就很奇特 它就有点奇怪的味道 所以它这边它写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也可以听到那个场景 然后我们看下一段 一杯 就是它这一段是在形容 那个少女身上的味道 然后你就会觉得 然后这个少女闻起来好像 很好吃的样子 对 就是感觉它有点清晰的味道 因为它在后面还讲到 它有点像一个泡过牛奶的饼干 就觉得这个少女看起来很好吃 对 可是像你们生活里面 因为我觉得 我要问一下雅黎老师 这段文字里面 在徐世青描写了少女身上的气味 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那时候读的时候 我就想说 就像刚刚有同学分享 其实有时候你会不知道 某些专门的特殊的香料味道 就是墨药是什么味道 乳香是什么味道 广阔香是什么味道 但是所以因此这样 所以你就会有更多的想象 但我自己在我的经验里面 就是包含就是可能高中 或是身边很多少女出墨的时候 都会觉得少女其实就是 少女其实没有那么香 我是爱语解的 但是这一段之外 也是类似同一段吧 徐世青有讲到 他后来细闻那个少女 他第一个遇到 那个少女身上的香味 其实是包含了一点点 尿的味道 汗的味道 然后头发出油的味道 可是即使连这种味道 他都觉得是香的 对 因为至少它还有细味这样子 所以跟你 那你们有没有反驳的 少女味道哪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 没有 你们没有反驳 但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写 对啊 因为 因为基本上 他之前写的东西都很沉湿 你有没有注意到很湿井感 可是他现在他也要一个 他要脱俗 他要把你抽离这样子 他要一个干净的气味 那其实有一种香水叫Chanel No.5 它温起来就是这个味道 真的 它就是这个味道 它就是它不像 它不像这些大自然的气味 但是又好像每一种气味都有 那是因为你没有权 这关系 好 来看下一段 包底你的房子 这段文字谁选的 姨秀 我 我当初会选这段 其实是因为 它有连接到我的个人经验 我以前有拉过管弦乐团 虽然是小学的时候 然后 如果你们有去看过管弦乐演奏的话 我们前面会有一个时段 就是大家要入座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调音 然后调音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拉自己的乐器 然后吹自己的音 然后就变得很吵很吵 所以他用包底你的房子 被香气搞得乱七八糟 用一个听觉的方式 用大型管弦乐团 但每个人都很吵很吵 杂乱舞蹈的演奏去形容 我觉得对我来说 非常的贴切 因为我能理解那个场景 再来就很厉害的就是 他前面用这么大声跟这么乱的声音 去形容香味很多 之后又有办法用重听这个形容词 去形容凡人对于气味的迟钝 所以对我也可以理解就是 我们拉乐器的 如果你听不出来 就像我们指挥一样 如果你指挥站在台上面 他完全听不出来 我们全部都在乱来的话 那他重听真的超严重 那你就可以去理解 这个香气的迟钝 心到底有多不敏锐 是 好来看一下下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对这段 比较没有印象 它比较像是一个过渡 然后我会选这一段是因为 首先赛纳河本身 就是一个让人充满想象的地方 不管是当地的历史背景 还是社会文化轨迹 然后加上又当地开了这么一间 就是几十年的这个香水批发商 当这个味道全部一起 沉入赛纳河里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很像融入到了 这整个城市的一部分 是 我觉得选这一段也非常的有趣 不过我刚刚听到同学们在分享 他们在阅读香水的经验 你自己看香水的 它的嗅觉的书写 你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 我认为就是在读香水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同学 会有类似的感觉 他描写很多香气 很多臭 但是最后你能够具体的出现在 好像在你的鼻子前面 好像留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想到这本书 你就会想到这个味道 其实不一定是 像刚刚讲的那些高级的香水 或是高级的香料 是那些巴黎的街边的臭味 所以我认为徐世荆最厉害的是 书名叫香水 可他留下的是一个臭气 臭气 对 然后那些像同学 刚刚那个同学我分享 他最喜欢的其实是 那个开篇的第一段 我也很喜欢那个第一段 他用了非常长的篇幅 去讲 到底他出生在多么臭的一个渔市里面 然后那个味道是什么 然后这样的一个诞生 然后在这么多臭气的烘托之下 这个诞生的小孩 他是一个没有味道的人 所以我认为徐世荆其实就是 一直在做一个新的挑战 一个新的开展 所以这件事情跟这个臭味 其实很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面 还有阅读里面 是 那既然如此 我们今天的青春的读书 来透过另外一个有趣的游戏 那也就是说既然大家都觉得 香水里面书写这个气味的手法 非常的独特 那我们来请大家一起来写一写 下雨天的气味 枯燥的泥巴味 像困在永远无法逃出的枷锁中 对我来说 泥巴味就是代表着封闭 或者是就是无法走出家门的感觉 就像是下雨天的时候 即使我们带着雨衣或雨伞出去 也不是也不能得到那个真实的快乐 像是困在无法逃出的枷锁中 好 这是一镜的 好 来看下一个 泥土里的细菌被雨水淹出来的味道 因为我之前在科普文章里面 有看到说我们下雨天 闻的那个味道真的就是土里里面 有一种细菌挥发出来的味道 而且是死掉的细菌 所以喜欢闻下雨天的味道的人们 都是在闻死掉的细菌 当然那种细菌是放射线菌 然后那个味道叫土臭树 不过土臭树是如果既然要科普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知道每一种植物 每天都会散发出不同的气味 树叶 花 花草 树木全部都会 那个叫锡 那个花草叫锡 那个到大气层之中对不对 然后它会慢慢地 会被碳固定在大地里面 下雨天的时候 会透过那个细菌 把味道发生出来 所以那个味道其实是大地的味道 本来就是大地的味道 那我之前我去印度 一个地方叫阿格拉 阿格拉那边有一种 非常特别的香水 他们是把土拿起来蒸馏 从土里面把那个味道提出来 然后那个气味就像下雨天的气味 好 来看一下 有没有下一个是燕妃 对 就是一开始 是一股金属混合草的味道 有一点刺鼻 然后雨更大之后 就会是一股很清爽的雨水味 对 因为我家那边的话 它周遭都是树木跟种很多植物之类的 然后就是通常会有人在做堆肥 所以通常下雨天 雨刚下来的时候就会是 就跟他们讲 是那个细菌出来的味道 那雨再更大一点之后 那些味道就会慢慢消失 就变成一股很清爽的味道 好像被洗过一样 对不对 好 这是燕妃的感受 看一下下一个 我写的是 沉重的土壤混着阴翼 像熟悉而轻盈的油墨 我会这么写是因为 大家常常都会说 下雨过后是芬芳清香的 但是其实下雨的当下 雨打在闪上 打在身上 甚至打到柏油路上的时候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 沉重湿润的 那同时打到柏油路上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有一股油墨味 可能是混杂着下雨天 比较多的汽车排放出来的烟 还有可能不会有路旁的泥土等等 所以我就给了这么一个描述 是 就是每个人对雨天的味道 现在我觉得跟生活经验很有关系 那杨玲老师 你看了同学们写的雨天的味道 你的感想 我一直觉得描写味道这件事情 如果说不像到徐世荆这种 记忆的程度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人的味道 像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看雨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同学 其实是跟他自己的 所以那个雨的味道 其实是你记忆中最深刻的 那场雨的味道 或是你童年里面 最常闻到的一个下雨时候 通常会闻到的东西 它很像是一种 一种记忆的开关被启动 所以我认为要写雨这件事情 也是所以看大家在写的时候 就会觉得 就是原来可以看得出 它是来自哪边 或是说它可能在 那个下雨的时候 它记住这个味道的时候 它正在做些什么 是 所以雅玲老师有写一段 对对对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雨没有太多的味道 但湿掉了一分油 热气蒸腾的活油路面 碰到雨水也有 路边树木跟树叶被打湿 泡软厚的也有 雨水的味道 是每个人记忆中 某次深刻的所有 其实就是刚刚老师用 已经跟我们解释过 但是重新来看 用更优雅 更诗意 甚至用更脆弱的文字 来形容它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觉得 有美的感受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我们要这样 对 这是书写的记忆 不过就是到底我们要 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试着 要去描写一种感官体验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观点去切入 然后去书写呢 其实就跟香水这本书一样 它虽然在写非常多的气味 可是它最终核心会环绕到 一个某一个少女的味道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轰脱 那如果是我给大家的建议的话 我会觉得说 除了尽你所能的去 让你的记忆跟某一个感动去相认 就像你看到某些艺术品 你会有感动的瞬间 是因为你跟它之间有一些记忆 有一些感动是彼此相认了 那所以同样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轰脱的方式 因为你用轰脱 用所有很多很多的别的东西 去显出来那个主角 那个主体的时候 别人就会知道说 原来它可能很难形容 因为它从头到尾也没办法 它自己也都不知道 那些少女是什么味道 可是它用了这些 其他香与臭的烘脱之后 你就会觉得 那它一定是超越这些的存在 我觉得万物都会有一种味道 然后这个味道 其实会揭示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来自哪里 你去过哪里 你做什么 其实都会留下一些味道 我觉得反而 比较没有味道是一种礼貌 就是因为你太香 有些人会不喜欢 你太臭 人家会讨厌你 文学实际上它之所以迷人 是因为它在文字的使用上 它有许许多多难以想象 就是天文数字般的排列组合 那这些排列组合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去组装 我们对世界的感受 那当然再回到香水 这本小说里面 徐世金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也就是葛努尹 那葛努尹呢 这位在市场 在市井之间出身 没有任何气味的人 但是后来变成了这个 嗅觉的天才 那到底葛努尹 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不断被抛弃的童年 他后来展现出来的 这种气味的天分之后 接下来就是不断被利用的 学徒生涯 接下来看到的 就是带着有独特香气的 红发少女 变成第一个被害者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跟 吕群索的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 精进香水的技术 然后在这一段 是写到葛拉斯 他在葛拉斯 学了很多不同的 香水制作的方式 那你们看到了葛努尹的人生 那你自己就是从小说里面 小说的人到底怎么样看待 葛努尹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光是他的存在 这件事情 就让他们构成威胁 他们闻不到 他身上有任何的气味 他对他感到害怕 你知道以前 我第一次读这些文字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奇妙 所以为什么人家身上没有气味 我们就会害怕 好 那么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闻到没有气味 你会害怕的举手 两个 三个 三个 好 那我先 姨秀 你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万物都会有一种味道 然后这个味道 其实会揭示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来自哪里 你去过哪里 你做什么 其实都会留下一些味道 甚至你可以从味道 就判断出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 会自己整理自己的人 对 那如果对于没有气味这件事情 我害怕是因为 你无从判断他是 他的身份是什么 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来临 一点端倪都没有 所以你就会有点害怕说 这个人是故意把 其实会藏起来的 不想让我知道 就是欲盖弥彰呢 还是他真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是让人感到更害怕 因为你就会觉得 他是不存在 所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无从让你去 猜测他的体系 对 所以你会感到害怕 对 所以依旧是这样子 我觉得反而 比较没有味道 是一种礼貌 就是因为你太香 有些人会不喜欢 你太臭 人家会讨厌你 所以我觉得你 如果突然遇到一个人 他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就只是 不太会去注意到他 但是我不会说 会觉得很恐怖 这个人是 为什么这样子 对 可能我本身也 对味道没有特别灵敏或之类的 对 是 但是除了你刚刚讲到一个 就是当他没有气味的时候 你就不太会注意到他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 燕妃 你会害怕 对 因为就是 跟小说的一样 就是他们觉得说 所有人或是所有事情都应该 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要有一个味道 然后那个味道 因为有味道在 你才容易注意到他 他就像刚才他说的一样 如果没有味道很容易被忽视这样 那所以当你 如果有个人走过来 然后他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味道 你就会吃一个反应就是 诶 他是人吗 就开始怀疑就是 他为什么 所以就是有狗一定要有狗味 对 猫一定要有猫味 对 就是东西 要说或者是 不需要有 就是不一定要是 那个东西该有的味道 但他至少要有一个味道在 是 对 会就跟他一样 就会觉得说 他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的感觉 所以对你们来讲 你看然后从燕妃跟宇秀尔里面的讲法 就是 就是他隐情的身份证 只是没有号码而已 所以呢 好 那葛奴乙他是一个没有气味的人 那没有气味的人 那代表他也是透明的人 隐形的人 那所以他后来在小说里面呢 他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连续的杀害了许多的少女 然后要萃取他们身上的香水 可是我就要来回问 问大家 你认为他在做这个香水 他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他会杀人 但是你就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还要杀那么多人 然后之后就会看完整个结局 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故事 因为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话题 就是葛奴乙他没有气味 以他自己这么有敏锐气味的人来说 没有气味相当于会死亡 所以这样太化而言 就会变成葛奴乙没有味道 那他是不是也没有生活 甚至没有权利 因为他没有身份 所以他连生活的权利 或生存的权利都没有 那他其实为什么要去追求极致的香水 他可能只是想要寻找一种 生命的态患跟延续 因为你没有办法别人的生命 倒到自己身上 你只能用香水来态患人家 生命的延续来武装自己 但是这个故事 最后结局让我很难过的就是说 他用26个少女 获得了最终极的香水 然后碰在身上之后 那个效果至好 全世界都为他疯狂 但是最后居然是 第26个牺牲者的爸爸 闻了这个香水之后 恳求他 拜托他当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身上有他女儿的香气 从这一段你就会发现说 好可怜喔 葛努尼他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追求到最极致的香水 但是最后换来的 只是一个替代品的爱 就是一种爱 他爸爸不是因为葛努尼 是他儿子最喜欢他 是因为他身上有他女儿的味道 所以我就很悲惨啦 就是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寻找 他得不到的东西 我自己会从两个层面来看 那第一个是 有说到就是葛努尼从小到大一直 其实我自己觉得他有一点点渴望 可以被这个社会给正视 那不管是他后来决定超然于世的 跑到就是深山里面生活 再到后来他回归到正常生活里的时候 作者用的是 我记得是 这四个字 就变成他对于红尘 其实认为他是下凡吗 的感觉 对 所以从这边来说 我会觉得葛努尼他 可能那些里对于身为一个正常人 或是对于大众眼光 还是有一丝渴望的是他平凡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 我自己的解读会认为 少女只是栽体 他其实不一定要透过真人这个形象 来完成他的目的 可是 因为少女会是一个大家认为 可能包含了最多花香 最多遐想 最多香气的一个容器 对 所以葛努尼才会使用 就是杀害二十六名少女的方式 来去强化他自己的特别 是 好 那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有没有 来 最后一个燕妃 就是他 葛努尼他本身他没有味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同时也不会有人 去特别的在意到他 所以大家会逃避他 他就得不到所谓的爱 然后他其实很渴望被爱这件事情 所以他发现说 大家会喜欢这些少女 是因为这些少女身上都有 那个被人喜爱的味道 所以他就想说 把这些少女的香气提炼下来 他就只把这些少女 跟当成花在提香一样 他把这些少女的香味提炼出来 放到自己身上 大家就会爱他 可是他后来发现 他后来才意识到说 那让大家爱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味道 那个少女的味道 而不是他自己本身 所以他选择让自己消失 是 实际上你刚刚在讲的这个 就是综合聚会同学的项目 其实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跟感触的是 如果香气的人的气味代表一种身份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身份 是不是终其一生在追求自己的身份 古典小说里面有没有影子的男人 然后有没有气味的人 有没有自己形体的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的 他是不是也渴望能够变成另外的人生呢 其实我也很同意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他想要变成别人 那他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说 比较轻易的说法是 他是为了寻求被爱的感觉 对 可是被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有没有更可能 他其实是想要成为 就像他可能 选择18世纪作为背景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要跨越某个阶级 不然如果他今天只是 安于没有被 安于没有身份这件事情 他躲在山上的时候 他其实就不需要再回到红尘 对 他其实也可以用某种香水 留在某个人的家里面 让那个人疼爱他就好 可是没有 他还是想要更多 那这个时候的思考是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 就是勇敢一点 危险一点的跨出来说 其实不是爱 不一定是爱 他可能是 反而是一种野心 我可以创造 我可以创造香水 我可以创造这些东西 我可以创造爱 创造恨 创造欲望 那我就想要创造一个最极致的东西 其实我一直认为 所有的小说 其实都是每一个写作者的一个 野心的展演 你有没有野心 作者在想什么 他不一定会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 可是他会把自己的野心放进去 那你对应到徐四金的人 你就会知道他写出这么好的作品 他其实这就是徐四金的野心 我可以写出这样一本小说 葛努伊不一定是我 因为我可能有味道 我可能不是巴黎人 不是十八世纪人 可是葛努伊为什么可以是我 因为葛努伊的野心就是我面对文学 面对小说的野心 对我来说 这个身份的转换 这种追求阶级跨越 然后更好的身份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觉得 葛努伊让我觉得非常深刻的地方 是 所以从今天的分享里面 可以看到文学 它当然有它的野心 有它的企图 有它的使命 甚至有它的责任 那徐四金透过香水 当然在每一个读者的心目中 他所看到的 有的人认为它是成长小说 有些人认定它是犯罪小说 那也有 当然也有不少的 这个书名家认为它是官能小说 但不管它是哪一种文学形式 实际上它已经 抵达了经典的位置 那它提供我们对社会 对政治甚至于 对个人身份存在与否 它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判 那尽管到了今天 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了解 那今天非常感谢 同学们热情的参与 那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 我们可以来聊聊其他的书 也再一次感谢佳莉老师 谢谢你今天的 热情的导读 那我们青春爱读书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青春爱读书 看今晚陪你读什么书 在所有的宗教经典里面 都有一个特别的章节 来讲述我们的感官 佛教里面有所谓的 言而 口 鼻 生意 那么在其他的 例如说在西方的哲学 或者是犹太教里面呢 会强调人的 或者是 而这些 关于这些感官的书写呢 大部分 也偏向 像是一些科学的 或者是文化的论述 不过呢 如果单单只写一种 例如说 只写触觉 或者是只写未觉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呢 第一本叫做 触觉不思议 这是由一群日本的科学家们 所写下来的 那么在人类里面 你想想看 生而为人 身体上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答案是 而皮肤呢 它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接收器 这些接收器呢 有不同的敏锐度 而这些敏锐度呢 它有代表不同的意涵 例如说 一样是手掌跟手背 你知道这两边的敏锐度 是有差的吗 如果把两根针 把它併在一起 刺在你的手上 跟刺在你的背上 你知道哪一边 可以辨认得出来 是两根针 还是一根针呢 相信你做过实验 可以了解 但是触觉不适应里面 告诉你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实际上那跟我们人类演化 是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本书呢 是《恶臭与芬芳》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那这本书实际上是 《徐四经》 在写香水的时候 它的灵感来源 那么在书里面呢 写到了非常多 在从这个法国的文化史里面 气味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 《徐四经》的《香水》里面 他写了充满恶臭的中世纪巴黎 他写到了一些特殊的工作场合 例如说像是风化场所 菜市场 这些气味到底从何而来 而气味也代表了 我们的社会阶级 当我们走到一个家的时候 闻到这个气味 我们觉得说 对这个就像是一个有钱人 或者是有品味的人的家 那为什么百货公司 要用特别的香分 还有特别的意义吗 其实在这本《恶臭与芬芳》里面 它用很多的角度 来解析我们对味 气味的这个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到一下 就是视觉 而这本书呢叫《全光谱》 叫《全光谱》 那么作者呢 这个亚当罗杰斯 它透过一个非常科普的写法 来写我们所看到所有的光 那从看得见的到看不见的 从红外线X光 到一般日常生活中 所出现的所有的色彩 为什么会有色彩呢 为什么不同的动物 看到的颜色会不一样呢 你知道像紫罗兰 或者是向日葵 在蜜蜂 或者在鸽子的眼中 它看起来是完全的不一样 它像极了在飞机 在起降的时候 入这个跑道上的指示灯 可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 不会这样子呢 其实《全光谱》里面 有很多有趣的叙述 可以让你们了解一下 那最后面呢 来介绍一本非常经典的作品 实际上它是我第一次了解感官 不同的感官所带来的体会 也就是这本感官之旅 这本书已经在台湾 常销了二十几年 而且每隔一阵时间的 这个再刷再版 还是一样 让非常多的读者来投入 它里面写到 就是人类拥有这些感官 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 这个感官对我们的意义 那例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写到《嗅觉》 他里面写到说 他的母亲在年少的时候 跟他的爸爸 然后开着车 有一天经过了这个甘菊园 结果经过甘菊园的时候呢 然后有一阵风吹来 然后满天都是橙花的味道 而这个香气就浸到他们的灵魂 进驻到他们的心里 后来适隔了二十年三十年 五十年 每一次他们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 就会召唤这一段记忆回来 也就是香气跟人的记忆 竟然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人类的感官到底如何运作 那我们要去理解 这些感官的方式呢 相信手上的这些书 都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阅读乐趣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带有更多有趣的书讯 就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